佔一把目前S2的涅吸 武女古董前锋飞行驾 诶 这阵容上线蛮高的诶 这阵容上线 前期溜的动 中期打得了 把后期盘的活 感觉这个阵容打涅吸 真的就是双方硬拼操作 谁操作好谁赢 武女这边的话 趁你踩盒子一个加速 绕一圈 然后这边再布一个盒子 再布一个盒子 这边应该是隔着这个建筑 再布一个两连跳跟过来 这手是我炒帅了 你看 刚才如果说这边选择布盒子 可能就被涅吸 直接一波跳跟过来了 诶 这个 这个是武女的一个新的饰品吗 怎么这么好看啊 这个八音盒 你跳过来 落地 武女这边很有经验啊 压根不上当 第一刀打中 一个翻板加速拉开 双方 你来我往 这是一个精神涅席 精神涅席的话 前锋好像这边有想法 一跳 两跳 跟过来 片番 武女一个滑步 nice 这个就是 都是算计 你看我过来了以后 我 你会觉得我往前跳 精神直接顶 这波打完 飞行家救人啊 博命在飞行家这边 前锋这边拉球 撞 撞救嘛 撞救 好像不是特别好啊 我觉得其实还是等飞行家来救会更好一点 一跳 两跳 落地 前锋拉球 回身刀 螺旋球 跟我开局说的有没有错 没有错吧 这个就是比拼操作的一局 因为这个阵容的操作上限很高 前锋这波状就 从结果上来看 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 一跳 两跳 跟过来 前锋那边状态已经补好 队友这里手里还有个薄命 武女这边还在溜 前锋这边甚至 没有想法了 没有想法 我们来算机子 总量上来讲 现在修了三台 总量修了三台 涅吸 刷这个武女的话 再一个滑步 古董商来了 哎哟我天 完了 这波古董商扛到这一刀 在减速巴依壳里面插刀 这玩具上又能操作一手 好不软极啊 武女 还行吧 这边古董商没有 没有去硬打 其实这波我觉得 古董商刚才扛到一刀以后 是可以浇棍子的 因为这波金身CD还没好嘛 等到你下一波的话 金身CD好了 这古董商可能就没有操作空间了 飞银加来救 飞银加来救 涅吸这边要不要切尸场 这波切尸场其实也是可以的 切尸场就是把这个瓶举守住 他想保这个瓶 不切的话呢 就还有别的想法 落地一蹦 哎 帅哦 哎 这边你起跳 我起飞 打断你这次跳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 飞行家 扛也 扛不到 扛不到 没办法了 金身CD是好的 这边 看三人开门站吧 因为这个 等到挂飞的密码机 其实差的不多了 涅吸想要拦住的话 应该是 怎么说 这一波这个金身是不是点错了呀 感觉 这都已经撞到脸上了 这个金身胶了 一步 托 托个传送 一步 密码机点亮 穷者这边的话 前锋应该是最好抓的 其他人的话 都不太好处理 其他人都不太好处理 都有那个 保命能力 前锋 这刀 有吗 没有 没有的话 应该是赢不了了 起跳 跟过来 前面还有地窖 前面还有地窖 那边的话 门已经开了 古董商这边 应该是 没有任何问题 能走 赶紧赶路 我前面 有地窖 拿一波小球 飞轮有没有 没有 最终双方在这个操作比拼局当中 打成了平手